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难以理解 所以我们在介绍完了算法思想以后 给大家以一个动画的形式描述了一个习数矩正的整个转值过程 这一节课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给大家讨论一下 有关快速矩正转值算法的算法实现 有可能有的同学已经忘记这个算法思想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给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算法的实现 这个算法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一个思想 快速矩正转值算法的思想 它是以圆正的行序 什么叫做圆正的行序呢 那就是圆正的三元组表 从第一个位置到最后一个位置 逐一的往下寻找 产生逐一的往下寻找 每提取一个三元组 我们就将其进行转置 转置以后的三元组呢 放到B中的适当位置 如何放入B中的适当位置呢 我们是通过两个项链来完成的 哪两个项链呢 Lung和Cpart Lung和Cpart的总长度都是A点NU A点NU是什么呢 A点NU是它们的总列数 也就是圆正的总列数 转置以后的总行数 转置以后的总行数 那么对于整个算法 我们首先对Lung进行初始化 什么是Lung呢 Lung中的每一个分量将记录 对应列的非宁元的总个数 有了Lung以后呢 我们可以初始化Cpart 通过一个递推公式 Cpart1表示 第一类的第一个分量 在B中的存放位置 B是什么呢 B是转置以后的三元组表 那么有了初始值以后 我们利用Cpart Col等Cpart Col-1 加上Lung Col-1 可以计算出Cpart 所有分量的值 那么Cpart的每一个分量 表示的含义是什么呢 Cpart I 表示的是 第I列第一个非宁元 在转置以后的 B三元组表中存放的位置 好了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 对这个原来的三元组表 进行转置了 我们首先取出 三元组 原来的三元组 A点data中的第一个分量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 它的列号是多少 然后再到Cpart 对应 假设它的列号是I 我们就寻找Cpart I的值 这个值就是它转置以后 在B点data中的存放位置 存放位置 然后要将Cpart 该列中的值呢 加1 我们综合而言 那就是依次的对A data中的三元组呢 进行转置 并且按照三元组的列号 从Cpart的对应列中 取出该三元组 应存放在B点data中的位置 从Cpart的对应列中 取出该三元组 应存放在B点data中的位置 然后将Cpart 该列中的值加1 使其记载 该列下一个非宁元素 在B点data中的位置 我们内用这个算法思想 完成了我们整个 快速急证转值算法 这个算法呢 实际上它就是我们 刚才的算法思想的一个在线 如果大家能够记住 刚才的算法思想 完成这个算法 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 上一节课 最后我们给大家 留了两分钟的时间 来阅读这个算法 那么这次课呢 我们就直接的给大家介绍 这个算法的实现了 这个算法 它带了两个参数 和我们开始的矩阵的转值算法 是一样的 B表示转值以后的三元组表 A是转值前矩阵的三元组表 那么首先 开始的这三条语句 和我们前面的矩阵转值算法 完全相同 我也不再给大家说了 它完成的是 总行数 总列数的互坏 以及飞灵源总个数的复制 好了 EF后面 就是整个转值的过程 只要我们需要转值的 这个矩阵的三 这个飞灵源不为零 不为零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的这个三元组的这个数组 B点Data的总长度不是零 那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B点TU不等于零 B点TU就是飞灵源的总个数了 不等于零 我们就要做下面的转值工作了 首先Q等于1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看一看 Q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先暂时不管它 看第一个循环 Full Q从1到A点NU 我们让Long Q等于零 很显然 这一条语句呢 是将整个Long这个项量 做了一个初始化 让它等于零 所有的项量全部等于零 希望大家老子里呢 牢牢的记住Long是做什么用的 Long是标识了原来的西数矩阵中 每一列飞灵源的总个数 它也标识了转值以后的西数矩阵中 每一行的飞灵源的总个数 初始状态下 C U M 全部是零 好 第二个佛循环完成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佛循环完成的是 将Long的所有的分量 赋予正确的值 怎么赋呢 可能有的同学 不看第二个佛循环 他自己老子里已经有一个概念了 我既然Long是用来计算 每一列飞灵源的总个数的 我不妨这样计算 我怎么算呢 我先扫描一遍整个三元组 找到Col 也就是Col等于1的时候 N U M 1的 所有的飞灵源的总个数 那么再找第二列 那么第二列怎么找呢 也是重途到为扫描整个三元组表 寻找出Norm2的飞灵源的总个数 这样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一个算法 那么我们这个用一个循环 4Col从1到最大的列号 我们做这样一个操作 只要我现在扫描到了这个飞灵源 列号等于Col 我就让我的一个这个计数器加1 最后这个计数器的值就是N U M Col的值 让Col从1到最后一个 每一次都扫描整个三元组表 这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 初始化Norm的一个计算方法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原来那个矩阵 为什么我们说它难呢 为什么说它这个效率 在某种情况下比较低呢 就是因为它不停的在扫描 我的原来的三元组表 如果你这个算法仅仅初始化 一个项链就是不停的扫描 这个三元组表的话 你这个算法的效率可能要比 第一个算法的效率还要低 那么我们如何用一种高效的方法 来初始化Norm呢 我们这样想 我们只扫描一遍原来的三元组表 也就是A A点Data这个三元组表 我只扫描一遍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没扫描到一个三元组 比如说这个三元组的列号是J的话 我们就断定Long这个项链中的第几个分量 要加一了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我扫描到第一个三元组 第一个三元组的列号是J 好 我就让LongJ由原来的零变成一 我断定它肯定是D阶列的一个非零元 一定要加一 扫描第二个三元组 第二个三元组的列号为3 好 那么Long3是不是要加一呢 要加一 再扫描第三个非零元 如果它的列号还是3呢 好 我原来的Long3就再加一 我扫描完整个三元组表 我的Long的值就全部初始化完毕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们看一看算法怎么描述的 -T从1到A点T 也就是扫描整个三元组表 原来的A的这个三元组表 我们做这样一个操作 Long 注意了 Long 哪一个分量呢 Long的哪一个分量呢 A点DataT点J 这个分量分量 这是什么分量 这是一个什么值 A点DataT 是当前扫描到的三元组 希望大家记一下 A点DataT 是当前扫描到的这个三元组 A点DataT 是当前扫描到的这个三元组 这个三元组的列号 如果等于J 那么我们就寻找Long A点DataT点J 这个分量 大家注意 A点DataT点J 本身它这个是一个值 这个值是什么 就是当前这个三元组的列号 我们让这个列号的值直接作为Long的这个分量 作为它的分量 等于什么呢 等于原来的这个值加1 等于原来的这个值加1 就这么简单 一个循环 完毕以后 整个Long的所有分量 全部复值完毕 如果第二列有两个非0元 我可以断定在扫描整个三元组表的时候 第二列将出现两次 第二列将出现两次 它就会加两次 如果第三列有三个非0元 我也可以断定在扫描A这个三元组表的时候 3这个列号会出现三次 那么Long3也会加三次1 那么当然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判断了 两个for循环 前面这两个for完成的是Long这个向量的初始化 希望大家 如果还有同学不明白的话呢 下去以后呢 自己模拟做一遍 我自己画一个三元组出来 我一个一个的走一遍 通过这两个循环 一个一个的走一遍 你看一看 它是不是把Long进行初始化了 初始化以后的值到底对不对 当然肯定是对的 希望大家去做一做这个工作 因为呢 肯定有很多同学呢 对于这样初始化 Long这个向量呢 还不是非常的明白 因为它毕竟不是非常直观的一个算法 但这个算法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高效 而且非常聪明的一个想法 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这个算法的这一部分要弄懂 就前辆这两个for循环 它是怎么完成Long的这个初始化的 这一部分呢 一定要弄懂 一定要弄懂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对于Cpart的初始化呢 直接套那个地推公式就可以了 首先给Cpart的1负出值等于1 好了 我们从2到最后一个 我们直接带那个地推公式就可以了 所以呢 前三个循环完成的是Long和Cpart的初始化 最后一个循环完成的才是这个三元主的转制 那么注意我们在转制的过程中呢 是逐一的扫描 原来的三元主表A 那么P呢 是从1到A点TU 逐一的扫描原来的三元主表 我们呢 扫描的方法呢 是这样 每提取出一个三元主以后 我们将这个三元主的列号找出来 A点DataP是当前找到的三元主 三元主的列号就是它的接这个分量 它的列号我付给一个零时的变量 扣C-O-L扣 复制它们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去寻找Cpart的扣的值是多少 因为它既然是递扣列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是递扣列的当前的 有可能是第一个分量 有可能是第二个分量 反正它的位置就由Cpart来标识了 好 找到Cpart的扣的值 付给Q Q是什么 Q Q就应该是 Q就应该是 A点DataP这个分量 转制以后 在B点Data中的存放位置 存放位置 找到以后呢 然后B点DataQ 再被复制为A点DataP B点DataQ 再被复制为A点DataP 注意我们这地方用蓝色给大家表示出来 实际上这地方完成了三元主的一个转制 我们和前面那个算法一样 我们没有给大家写全 希望大家对照书上将这一条语句呢 具体化 具体化 它到底是怎么样将一个三元主进行转制的 那么当然应该是A点DataP点I 被复制为B点DataQ点J 应该我说反了 是B点DataQ点J 被复制为A点DataP点I B点DataQ点I呢 被复制为A点DataP点J 还有一个 B点DataQ点Value 被复制为A点DataP点Value 完成了一个三元主的转制 最后呢 CPodCode 等于CPodCode加1 不要忘记CPod一定要做一个加1的操作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转制的过程 从这个地方看出 实际上Q被复制为A这个语句 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对吧 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们仅仅是做了一个变量的初始化而已 它就不像前面那个算法 这个Code的这个作用那么大了 这条语句呢 可有可无的 这条语句呢 是可有可无的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算法的这个实现 希望大家呢 我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算法 想一想 这个算法是怎么回事 想完了以后 判断一下 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应该等于多少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条语句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条语句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好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啊 time complicity 到底等于多少呢 啊 请大家注意啊 你们也要适合的 适当的要认识一些英文的单词 因为有可能在很多数据结构的辅导书当中 它没有一些中文的标志 那么相关的一些专有名词的英文呢 有可能的话呢 能够记一些呢 尽量的记一些 当然如果实在记不了的呢 你就记关键的 时间复杂度的英文呢 我们是这样缩写的 我们是这样缩写的 time啊 表示时间 complicity呢 是复杂度 那量起来就是时间复杂度 为多少呢 看一看四个复循环 好像比前面那个算法复循环还要多 前面只是一个千套 现在是四个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这四个复循环是并列的 哎 并列就是一个加 千套就是一个成 显然并列的呢 时间花费好像还要小一点 我们看 第一个复循环 重复执行的最大次数是 A点NU 第二个复循环呢 是A点TU 那就是A点NU要加A点TU 第三个呢 再加一个A点NU 可能有的人说 你这不是A点NU-1吗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计算时间复杂度 我们并没有非常精确的 计算出它的语句频度 我们只是计算一个大概的量 你A点NU加1加2也棒 我们都可以写成A点NU 这是不影响的 希望大家在计算时间复杂度的时候呢 要明白这个道理 当然 如果你觉得你这一点 你觉得接收起来比较困难的话 那你就计算精确 精确的计算 那就是A点NU加A点TU 再加A点NU-1 实际上你这个减一就可以不要了 对吧 再加上A点TU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 四个波循环求出来的最终结果是 A点NU加A点TU的某一个表达式 某一个表达式 可能是二倍的A点NU加二倍的A点TU 再加或者减去一些其他的一些常数 我们说的时间复杂度不考虑系数也不考虑常数 所以我们去掉系数 去掉常数 值应该是A点NU加上A点TU 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值不是精确的每一个语句的重复执行的次数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当我们的运算规模趋于无穷大的时候的一个标志 时间运算时间随着规模增长的一个极限的状态 它应该是一个没有其他的常量的这样的一个值 你不能写成A点NU加A点TU加一 或者再写个减一 再写个什么乘以二 我们直接写成A点NU加A点TU就可以了 大家对比一下 前面那个矩阵转值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多少呢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起来啊 那个值等于A点NU乘以A点TU 我们说了 如果说矩阵不是西数矩阵的话 那么A点TU等于什么呢 等于A点NU乘以A点MU 我们这样假设 如果我们的这个矩阵 它的总行数总列数数量级相等 都是N的一个线性次阶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N来分别表示矩阵的总行数和总列数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将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当矩阵不为西数矩阵的时候 写成N加上N乘以N 那也就是什么呢 N平方加N也就是N平方 也就是N平方 所以当矩阵不为西数矩阵的时候 这个算法是N平方 是N平方 而原来那个算法是N平方 显然这个算法效率就要高得多 不过请大家不要忘记的是 这个算法用到了两个辅助项量 所以呢 它在空间上的花费呢 是大于前面那个算法的 是大于前面那个算法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呢 还是主张大家 如果说你的矩阵非常稀疏的话 非常非常稀疏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前面的第一个转值算法 因为背景它非常的直观 而且也好编写 我相信同学们呢 观众书自己来默写算法的话 可能完成第一个算法 要比第二个算法容易 不过 希望大家记住的是 第二个算法 它的效率的确非常的高 的确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于几阵的转值 要说快的话 第二个算法肯定是快于第一个算法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请大家注意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这个算法是当之无愧的快速转值算法 所以这个算法 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呢 也是命成的快速矩阵转值算法 它的速度比较快 但是呢 相对于第一个算法 在空间上呢 它的确有一些浪费 的确有一些浪费 而且我们第一个算法 在矩阵非常稀疏 也就是它的非凝原个数 非常非常少的时候 它的效率也是相当高的 所以呢 我们建议大家 当矩阵非凝原个数非常非常少的时候 可以选择第一个算法来完成 如果你的矩阵不是一个西数矩阵 甚至于根本没有凝原的话 一定要选择快速矩阵转值算法来完成 好了 我们的有关 有关这个三元组表的介绍呢 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给大家介绍数组部分呢 着重是给大家介绍数组的存储结构 在数组的存储结构中 我们提出了数组主要是顺序存储为主 那么对于西数矩阵而言呢 我们只存放它的非凝原 就构成了三元组线性表 那么三元组线性表的顺序存储呢 就是三元组表 有关三元组表部分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个转值算法 希望大家呢 能够分别对它们加以比较和应用 那么 还有一种情况 也是我们要给大家提出来的 那就是 当三元组 当三元组表表示的那个西数矩阵 它的非凝原的位置 或者是个数经常发生变化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的三元组线性表 需要经常的进行插入啊 删除啊 这些操作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 根据线性表的特性 一定要选择 链式存储结构更为恰当 因为我们的线性表 要插入元素 采用顺序存储的话 它后面的值要往后挪 那删除元素 后面的值要往前挪 这个呢 当然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所以选择链式存储结构呢 更为恰当 但是呢 有关三元组线性表的 链式存储结构 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非常的复杂 有关这个概念呢 直接涉及到我们 对于链表操作的熟练性 大家从这个黑板上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十字链表 是作为三元组线性表的 链式存储结构 来定义的十字链表 十字链表的节点结构呢 包含的域呢 有五个 包含了五个域 包含了五个域 对于这五个域而言 我们呢 不再分别给大家做介绍了 也就是说 有关十字链表部分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呢 我们不再给大家专门的做介绍了 原因就在于十字链表相对来说呢 比较困难 我们希望大家呢 着重的掌握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 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线性表的链表中的一些知识 熟练的运用单链表 双向链表 以及循环链表就已经足够了 有关十字链表 感兴趣的同学 或者想提高你们这个电视 纯属的一些算法编制能力的一些同学呢 可以下去自己的看 那么我们的课件呢 上面呢 有十字链表的一些内容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下去以后呢 自己看 那么作为考试呢 我们不要求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呢 在课堂上呢 也不专门花时间给大家做这一部分的讲解了 我们呢 对于第五章数组部分的讲解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希望大家明白的是 十字链表是作为三元组线性表的链式纯属结构 它不是数组的链式纯属 它是数组的链式纯属结构的一种变形 不是直接的 不是说我这个 到为了数组 我就以链式来怎么怎么承绑它 我们是通过转化成三元组表以后来考虑的 主要是考虑到了零元和非零元之分 所以说呢 我们的十字链表主要还是针对于 非零元需要经常发生变化的这一类二维数组而言的 那么对于数组本身而言呢 采用顺序纯属结构已经足够了 如果我们不考虑西苏矩阵这种情况的话 采用顺序纯属结构已经足够了 如果考虑到了西苏矩阵的话呢 我们呢 要考虑一下三元组线性表的存储 那就包括了顺序纯属 也就是三元组表 以及链式存储 十字链表 我们希望大家着重掌握三元组表 也就是三元组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 那么我们的这个数组部分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有关广义表的存储部分 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 什么是广义表 什么是广义表 广义表就是说 表中的数据元素 也可以是广义表的这样的表 它要么就是一张空表 要么它的数据元素 本身也可以是广义表的表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这个线性表中的每个数据元素 它是一个单元素 现在它本身也可以是表了 也可以是表了 而且它这个表里面的数据元素 都还可以是表 我们就称这样的一种结构呢 为广义表 其实从这个定义我们已经发现了 广义表是一种地规的定义 广义表要么是一张空表 要么它的数据元素也是广义表 这就是一种地规的定义 它的每个数据元素和它自己很像 它自己是张表 它的每个数据元素也是一张表 和它类似的一张表 所以呢 有关广义表的部分呢 我们要借助到有关地规的一些思想 那么如果我们对广义表的存储 单纯的从这个物理存储的角度来看的话 对于广义表采用哪一种存储结构 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于数族而言 采用数据存储结构是最合适的 广义表就跟它恰恰相反 因为这是因为广义表中的数据元素 我无法预知它到底有多深 你无法预知它到底有多宽 所以呢 我们根本无法用数据存储结构来表示 根本没有办法 那比如说我这个 现在我这个广义表 我已经确定它有三个元素 但它这三个元素到底 到底它这三个元素 如果它都是表的话 这个表到底还往下有多深 这个是很灵活的 没有规律可循的 它跟数族不一样 数族的为数是定下来 每一维为数定下来不能变的 广义表什么都可以变 广义表都可以变 长度可变 可以是空表 可以长度为一 可以长度为二 它可以增加 可以做删除 那么对于每个数据元素的这个表里面的内容也可以变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对于广义表而言 采用数据存储结构 我无法精确的表示出这个广义表最上面是哪几个 那么每一个元素里面到底有多深 每一个深到哪个程度都无法预知啊 也无法表示 无法表示 因为它没有规律可循 我们就无法用一种有规律的存储来表示它 有一种极有规律的一种静态的存储来表示它 我们希望既然你这个广义表 它的深度无法预知 那么每一个数据元素 它作为表而言 它的深度也无法预知的话 那么我们要表示它的物理结构 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存放到计算机中去 当然是通过动态的研究它来完成的 那通过动态的研究它来完成 一定是通过链表来完成 那一定是通过链表来完成 那么既然广义表采用链表 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最有名的存储方法 表头表尾链存储结构和同层节点链存储结构 那么有关表头表尾链和同层节点链都涉及到了表头和表尾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回应一下 广义表的表头是什么 广义表的表尾又是什么 什么是广义表的表头呢 广义表的表头是指广义表中的第一个数据元素 那么既然是广义表中的第一个数据元素 这个数据元素就有可能是单元素了 还有一种可能 那它就是广义表 它就是广义表 对吧 那么表尾是什么呢 表尾是去掉表头以后其余元素组成的一张表 那么表尾到底是单元素还是广义表呢 回答只有一个 那就是广义表 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广义表的时候说过了 它是七名元素组成的一张表 那么很显然它必须是表 必须是表 哪怕是一个单元素 我也要让它组成一张表 那就是长度唯一 只包含一个单元素的广义表 好了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来看一看广义表的两类物理存储结构 第一 表头表尾链存储结构 表头表尾链存储结构 那么表头表尾链存储结构呢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包含两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我们称为表节点 专门用来表示是表的数据元素的 单元素节点 那么表节点同时还可以表示 广义表自己 因为它自己就是一张表 我们说的广义表是一种地规的结构 元素可以是表 它自己也叫表 都可以用表节点来表示 这位表节点和单元素节点 我们通过一个域来进行区分 那就是tag Tag这个域来进行区分 tag这个域呢 当tag等于1的时候呢 它是表节点 tag等于0的时候呢 它是单元素节点 它是单元素节点 那么当它为表节点的时候呢 后面两个域 HP和TP是两个指针域 是两个指针域 HP表示的是 HP表示的是 指向该广义表的 表头的那个地址 TP呢 表示的是指向该广义表表尾的存放地址 那么HP和TP都是两个指针 一个指表头 一个指表尾 那么单元素很简单 当tag等于0的时候 data这个域存放的是 单元素节点的值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Pasca表示方法 我们首先设计一个 LoadPTR这样的一个指针类型 这个LoadPTR这个指针类型呢 是一个指向LoadType 这种记录类型的一个指针 那么LoadType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它是一个记录 我们看一看 第一个语 tag语 取值为两个值 0或者是1 关键是它后面的语 我们这个地方发现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它用到了一个case语句 当case tag等于0的时候 tag等于0的时候 对于LoadType这个数据类型 就还有第二个语 也是唯一的第二个语 data语 是一个表示数据元素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么当tag等于1的时候 对于LoadType这个数据类型 就还有两个语存在 HP和TP 分别是LoadPTR类型的指针 有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你就是说我这个记录里面 根据参数取值的不一样 根据参数取值的不一样 这个记录的长短在发生变化 它的域某些域的类型 也在发生变化 甚至于域名也在变 域名在变 域名的类型在变 长度也在变 你就是说同一个记录 在不同状况下 当参数值不一样的时候 它发生了变化 我们称这种记录为变体记录 Pasca里面提到了 这是一种变体记录 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利用表头节点和表尾节点 如何表示表头表尾链结构 我们给了一个例子 C这样的一张广义表 它呢 等于这个值 我们先提这样一个问题 这张广义表长度为几 C这个广义表的长度为多少 大家注意 我们一般计算广义表的长度 是计算它最外面的 最外乘括号的这个逗号有几个 只有一个 那就是隔开了两个数据元素 所以 C这个广义表的长度为2 它的第一个数据元素是A这个单元素 第二个数据元素是一个表 长度为2 那么有这个概念呢 是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区分一下广义表 它这个表节点 它也是单元素 数据元素也是单元素 注意区分表节点中的元素 和广义表的元素 这样两个不同的概念 广义表的元素 直接关系到表的长度 而表节点中的元素 跟广义表的长度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我们来看表示方法 C表示我这个广义表 广义表的表示现在开始了 广义表本身 这个C它是一个表 我们用表节点来表示 第一个域为1 第二个域应该是HP这个域 这个域应该用来存放 大家注意这个域应该用来存放的是什么呢 应该用来存放的是 这个广义表的表头节点 这个广义表的表头节点A 表头节点A 好了 A是个什么 A是个单元素 所以用单元素节点 Tag的值等于0 把A的值记下来 HP是个指针 它指向表头节点 表头是个单元素节点 好 这个地方表示完毕了 我们看一下表尾 注意 表尾指向的一定是该广义表的表尾 它的表尾是什么 我们得先把它弄出来 广义表的表尾是什么呢 是由表BCD组成的一张表 是由表节点BCD组成的一张表 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是BCD这个表组成的表 所以它包括了两个括号 两个括号 里面这个括号表示的是BCD这一个数据元素 外面这个括号才是它组成的那个表 所以看一看这个长度为几 这个广义表的长度为几 这个广义表的长度为一 它只包含了一个表节点 一个表节点 好 那么不管怎么说它是表尾了 表尾显然是表 所以我们用表节点表示 用表节点表示 它的表头HP这个指针指向是什么 指向是这个表节点的 这个表节点的表头 它的表头是什么呢 显然就是BCD这个表节点了 表尾是什么呢 只有本来这个表就只有一个表节点 没有表尾 表尾是空 是空表 既然空表我们就用空来表示 打一个上三角就可以了 表示表尾是空表了 我们可以不再表示下去了 我们接着看它的表头 表头是BCD这样的一张表 所以还是要用表节点来表示表头 那么再看这个表的表头是什么呢 由BCD组成的这张表表头是什么呢 第一个数据元素是单元素B 单元素B 表尾是什么呢 BCD三个元素组成的表表尾是什么 表尾是CD组成的表 表尾是CD组成的表 所以还是表节点 好有了这个节点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的表头 那就是单元素C啦 单元素C 单元素C 表尾呢 是D组成的一个表 D组成的一个表 是这样的一个表 好了 它的表头是什么呢 表头是D 表头是D 那么这个表示呢 就是表头表尾链结构了 表头表尾链结构 那么有了这个结构以后呢 我们要简单的归纳一下表头表尾链的特性 好了 表头表尾链的特点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第一 最上层的表节点数 最上层的表节点数 看第一层 第一层的表节点数 最上层的表节点数 极为广义表的长度 最上层几个表节点呢 两个 恰恰就是广义表的长度 恰恰就是广义表的长度 那么第二 它层次非常的清楚 实际上这种表实方法是沿用了广义表的D规的 这种特性来表示的 沿用了广义表D规的特性啊 然后每次我都取它的表头 表尾呢 就是剩下组成的表 然后再从表尾中取表头 然后再剩下表尾 再从表尾中取表头 反复的这样重复 但是这种表示方法 有这样一个缺点 那就是表的数目呢 非常的多 那么而且我这个广义表明明只有两个括号队 结果你这个地方有五个表节点 不配对 看起来不好看 看起来不 就是我 我假设只有这个结构 让大家还原这张表的话 你可能一时半会还原不出来 不能够马上就还原出来 这个呢 也是因为它这个括号队 跟广义表的这个 广义表的括号队 跟这个物理存储结构中的这个表节点 数目不一样的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 我们来看第二种表示方法 同层节点链 同层节点链 同层节点链呢 它一般是两类节点 两类节点 表节点和单元素节点 表节点和单元素节点 那么 它的这个节点和前面那个 有点相似 有点不一样 表节点看起来是一样的 单元素节点呢 增加了一个TP这个域 不过请大家注意的是 在同层节点链结构中 TP域和前面的表节点中的TP域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表头标尾链中 TP域指向的是 该广义表的表尾 而我们同层节点链中的TP 指向的是 链接同一层的下一个节点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直接后继节点 实际上就是它的直接后继节点 所以呢 TP这个概念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HP呢 指向的也是表头 Data呢 是单元素的值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还是刚才的那个广义表 采用同层节点链的方式来进行表示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为这样 第一层还是一张表 对吧 我们将整个的C呢 表示成一个表节点 整个的C表示成一个表节点 那么它的HP呢 应该是指向表头的 TP呢 指向它的下一个 它的直接后继 对于这个广义表C而言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直接后继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空 这个地方是空 那么对于它的HP HP这个指向而言 指向它的表头是什么呢 A A是单元素 所以这个地方Tag是零 A的值 这个地方是TP预计 TP预计应该指向A的直接后继 A的直接后继就是 记动号以后的下一个数据元素 那就是BCD组成的这张表 表节点 对于这个表节点而言 它下面没有再有直接后继了 所以它的TP为空 HP呢 为这个表的第一个数据元素 A 那么B这个节点 在这张表 在BCD组成的这张表中 它的直接后继是谁呢 是C 也是一个单元素 C的直接后继是谁呢 是D D没有直接后继为空 其实大家看出 同层节点链这种表示方法 显然要比表头表表里链看起来要简单一些 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这个结构当中表节点的数目和广义表中的跨对的数目是一定是相同的 它很简单 我直接看到这个同层节点链结构 我很容易还原整个广义表 我逻辑上我很容易就还原了 但是这个结构有这样一个缺点 我们并没有从这个广义表的地规定义这个角度来定义它 我们如果是从广义表的地规定义的话呢 广义表我可以每次都取表头 那么每次取表头剩下表尾 再从表尾中取表头 然后这样不停的取 我们可以断定 因为它的每一个数据元素都可能通过表头被取出来 每一个数据元素既可以是单元素 也可以是广义表 那么如果我取出来的表头是广义表的话 我又通过相同的方法再去取它的表头 那实际上这是一种地规的取法 也是我们广义表存储结构当中的表头表尾链的一种表示方法 那么表头表尾链虽然复杂 但是它非常适合于写地规算法 那么你要完成广义表的很多算法都需要借助地规 因为广义表本身的定义呢也是地规 但是呢同层节点链这种表示方法呢 它不是很利于适合写地规算法的 大家也看得出来了 你通过这种表示方法很难用地规来完成 很难用地规来完成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完成一些算法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呢选择广义表的表头表尾链来表示 表头表尾链来表示 那么在第五章的最后呢 书上呢给大家举了这样一个有关广义表的一个应用 如何来表示这样的一个复杂的 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式 复杂的多样式 那么借助的就是广义表的一些它的一些表头表尾的特性 和它自己地规的一些特性 那么在本次课当中呢 我们不再给大家介绍有关广义表的这些应用了 但是呢我们在课件上呢给大家把这个内容留下来了 希望大家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可以下去呢自己看一看 那么对于广义表部分呢书上给大家介绍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对大家的要求呢就是我在课堂上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大家能够掌握呢就已经足够了 这次课呢我们就给大家上到这个地方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